第三百一十一集 诶 永兴大师 你这是干嘛呢 徐子浩蹲在旁边问道 盘膝而坐的永兴大师 听到声音 惊得是浑身一哆嗦 刚刚差点入睡 听到有人在旁边说话 他算是反应过来了 推敲不便 随便坐坐 永兴大师起身 面带微笑地离开 他肯定不能让别人知道在干什么 这是要脸面的事 就算偷试也不能告诉别人 吸收能量粒子的林凡 缓缓睁开眼 你们有学会吗 他询问着 众人一脸懵逼啊 说实话 也许是他们才输学浅 真的没看明白 林凡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他一样优秀的 他对修行有着不一样的天赋 别人都不相信他能修炼 可是他相信 老张也相信 凶空教授说过 人人都知道的天赋 那不叫天赋 只有别人不知道的天赋 那才叫天赋 啊 说得很有道理 刘颖问道 呃 这修行方式叫什么 奇功修行法 感受天地 感受自然 用心感受 遇到如此高明的修行法 他们是真的很难理解 在这一点上 他是能够理解的 刘颖伍似懂非懂的点点头 新成员们感觉林凡高深莫测 林凡头 还有一种修炼法 叫做电击修炼法 嗯 还有在室外修行的方法 等哪天下雨我可以教你们 他不是吝啬的人 平时都很大方 愿意将自己修行的方法 告诉别人 我变厉害 你们变厉害 大家一起变厉害 才是最美好的 刘颖好奇地问道 呃 电击修炼法 怎么修炼 林凡看了一圈 没找到目标 嗯 等以后有机会 我会告诉你们的 整个特殊部门 知道林凡具体来历的 也就几位 如果现在这些新成员知道 你们面对的是精神病患者 恐怕就不会有 现在这种激动的想法了 沿海市电视台 留着短发 秀气漂亮的梁元 刚刚做完新闻播放 端着奶茶 回到自己的位置 隔壁同事趴在隔段 担忧的 唉 现在咱们城市里 越来越危险 你有想过离开吗 他们是电视台的新闻记者 知道的都是第一手消息 早就弄得人心惶惶了 有的同事早就离职 跑到外地去了 他们感觉 待在沿海是太危险 没有啊 我感觉特殊部门 一定能保护我们安全的 刚刚播报的新闻 讲的就是如何避免邪物到身边 现在有很多邪物都会变成宠物 遇到流浪宠物 千万不能随意领养 梁元笑着说道 他倒是没有太担心 也许是跟他的性格有关系吧 梁元 有你的信件 因为保安拿着信封走来 梁元听到这话 眉头喜色 急忙起身 匆匆去拿信件 周围同事们都是一阵骚动嘛 一位男同事抬头看着 随后无奈低头 谁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简直就屁话 完全就是骗人的 他喜欢梁元 曾经是暗恋 后来感到危机 直接表明心意 却被无情拒绝 伤得很深 别想那么多了 看开点 因为女同事 碰着男同事的胳膊倒 男同事倒 咋看看呀 女同事抛着媚眼 转变方向啊 就比如我 男同事瞧着对方 随后低头忙着手里的事 渣女别伤害我呀 电视台里 大部分人都知道 梁元有位 从未见过面的比友 两人一直都是 靠书信往来 而且那位比友 还是位医生 感觉很不错 梁元拿着信封 回到座位 周围同事都围惧过来 是他的回信吗 梁元点点头 慢慢地拆开信封 同事假说 不知道咱们的 林医生回的是什么 真的太好奇了 同事一说 要我说 咱们最好的办法呀 是偷摸去趟 青山精神病院 好好看看 林医生到底 长个什么样子 哎呀 在我的印象里呀 林医生 那定是个大长腿呀 挺拔的身材 帅气的容颜 声音也很好听 真的是不敢想了 同事禀说 你这浪蹄子 像什么呢 这是人家的比友 是你的比友吗 还想得那么美 梁元拆开信封 一根鸡毛飘落出来 这鸡毛是啥意思啊 原谅我才说学钱 我真看不懂 这是什么意思 这林医生 未免也太抽象了吧 上次的星空图 就感觉很棒啊 这次 怎么会是一根鸡毛呢 几位同事很是不理解 梁元捏着鸡毛 树在面前看得很仔细 嘴角露出笑容 眼睛里闪烁着 智慧的光芒 他最近看了很多书 个人境界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事们发现 梁元嘴角带着笑 都很惊讶 这都能看懂吗 笔友间的交流 都已经达到灵魂深处了吗 梁元 你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发现林医生寄过来的信 越来越抽象了 是啊 如果我有这样的笔友的话 我绝对会被逼疯的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林医生的文字 写点文字 真就这么难吗 梁元捏着鸡毛 微笑道 我知道林医生的意思 林医生的才学真的很高 往往靠一些简单的东西 就能回复他的内心想法 先前那幅星空图 就包含着很深的哲理 而现在这一根鸡毛 跟星空图一样 代表着相同的含义 他这是告诉我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而且就跟着鸡毛一样的轻 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 这根鸡毛 只是鸡身上的羽毛而已 可是 鸡身上的羽毛很多 它的所作所为 就如同这根鸡毛一样 没有任何值得惊叹的地方 只有一个团队团结在一起 才能迎刃而解 解决所有的问题 林医生 真是一位很有才华 谦虚的人 我真的很想跟林医生见面 但我一直感觉 自己不够优秀 梁元珍藏着鸡毛 看似平凡的东西 对他来说 却有着深刻的含义 随着跟林医生交流越深 他越发地感觉自己好弱小 境界上的弱小 需要看更多的书来补充 第三百一十二集 同事们震惊地看着梁元 说实话 他们真的很惊讶 甚至不知道说些什么 从星空图到现在的鸡毛 怎么就看出这么多问题呢 优秀得有些过分呢 同事道 梁元 我发现你真的入魔了 还说我们是俗人呢 我真的不懂你们的交流方式 梁元微笑着 将鸡毛小心翼翼地收好 模样就跟收到 心爱之人的定情信物似的 舍不得随意乱放 就怕弄丢似的 同事们打趣的 梁元红着脸赶走同事 然后拖着下巴静静地发呆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想的都是些什么 但绝对是跟那位林医生有关系 这封信要好好地回才行 才不能随随便便地回信呢 就跟以前一样 躲在被窝里慢慢想着 那位暗恋良缘的男同事 想一头撞死在枪上 他一个大活人出现在这儿 竟然比不上一个没见过的笔友 过分 闹市区 老张想回青山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 就是想家了 林凡很赞同老张的想法 只要是他想的都会同意 好久都没有回家 的确是想念得很 母鸡 我们带你回我们第一个家 摸着母鸡脑袋 每天都有饮料跟鸡蛋 很开心的日子 邪无公鸡咕咕急声 你想带我去哪都行啊 除了跟随你们 还能跟谁啊 卧底是不好当的 五湖四海到处漂泊 随着一句话 就能浪迹天涯 路过跨江大桥 救命 救命啊 有呼叫声传来 老张 你听到有人喊救命吗 好像听到了 在哪里啊 不知道 邪无公鸡心神凝重 他发现一股奇怪的气息 林凡跟老张寻找着 很快就看到 桥下面有一位少女 躺在那里 他们对视一眼 有些疑惑 明明只是一个人 为什么要喊救命呢 很快 他们带着邪无公鸡 来到少女面前 你怎么了 林凡寻问着 观察少女的情况 好像没什么问题啊 少女留着双马尾 容貌美丽 青春可爱 就这颜值 放在古代 也是霍锅殃民级的 如果是寻常人 遇到这种少女 绝对会 关怀备致地 寻问着 恨不得将妹子 搂在怀里 关心着 关怀着 安抚着妹子 弱小的心 我 我被舍咬了 少女粗眉 抬起细长雪白的脚腕 就见脚腕处 两个血孔 还有零零散散的 鲜血一处 邪无公鸡 靠近少女这一刻 浑身站立 恐惧笼罩着内心 蹲在那儿 不敢抬头 身为邪物的他 感受到 最为恐怖的气息 那是比任何邪物 都要恐怖的 林凡跟老张对视着 老张 你有办法吗 老张想了想 我以前在电视上见过 听说如果被毒蛇咬了 只要用刀砍掉被咬的腿 就能没事了 少女听闻 轻愣地看着老张 随后就看到林凡 在周围找着工具 刀呢 有刀就好了 少女呢 就是磨身妹妹 她就是在这里准备 好好地跟着极品人类 玩玩而已 却没想到 这极品人类 竟然要砍掉她的腿 有点残忍啊 少女柔弱的 我听说 只要将血吸出来就行了 是吗 嗯 魔神妹妹点头 林凡捧着少女的脚腕 看着伤口 直接下嘴 吸着毒血 咕噜咕噜 吸着吸着 喉咙就在挪动着 人家是吸一口吐一口 而林凡现在的情况呀 竟然是将血 全部都吸收到肚子里了 魔神妹妹大惊 想一脚将林凡给踹开 却突然间 仿佛是这吸血吸到 她某种敏感情况似的 双手抓着草地 身体拱着 脖子后仰 仿佛很 呸 正经人 别问 老张 我有点冷 林凡吸着吸着 感觉吸了好多 鲜血有点腥 随后就感觉 身体有点冷 要吐出来的 老张说的 他好像在新闻上 看过这种新闻 好像不是新闻 应该是电影 吸一口就要吐出来 可没有像林凡这样 吸着全部吞咽下去的 我搂着你就不冷了 老张抱着林凡 林凡皮肤表面 凝结一层寒霜 老张紧皱眉头 寒意刺骨 就算是如此 也没有松开林凡 而是抱得更紧了 没过多久 林凡体内有团火焰燃烧起来 驱散寒冷 一切恢复原样 连带着老张都恢复过来了 这种毒蛇的毒液 好厉害 吸完之后 吸得我浑身好冷啊 幸好我们想到办法 不然它真的会很危险 林凡都没有看到 魔神妹妹脸色 有多么苍白 反而还为自己的行为 洋洋得意呢 此时的魔神妹妹 情况很不好 你 你们 魔神妹妹 抬着手指指着林凡 眼神里的迷茫语 懵逼 将她此时真实的内心想法 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用感谢我们 我们喜欢乐于助人 你遇到危险呼救 我们肯定会帮助你的 可是你现在脸色好白 你需要去医院 林凡说着 根本没有得到对方同意 就将魔神妹妹抱起来 老张 我们要先去医院 过几天再回家吧 林凡认为 救人比较重要 嗯 我们乐于帮助别人 老张说的 两人的想法是一模一样 随后对视微笑着 魔神妹妹想说 狗贼 快放我下来 但她现在没有多少力气 身为魔神 竟然惨遭人类毒手 对她来说 是一种耻辱啊 林凡感觉 抱着对方走路的时候 看不到前面的路 所以只能背着对方 双手拖着那 不可描述的地方 她并没有感觉有什么 因为她的思想是很纯洁的 从未想过那方面 魔神妹妹心中好恨呢 混蛋 你的手往哪放啊 她努力地摇动着身体 想让对方明白 你摸的地方我很讨厌 你能不能不要乱动啊 我手不好拖住你的 林凡提醒道 魔神妹妹想吐血 气得脸色越发惨败 老张惊声道 林凡 她脸色变得更白了 我们快点去医院吧 啊 好 林凡小跑起来 跑动的时候 背在身后的魔神妹妹 就会一上一下地弹落着 然后稳稳地落在 林凡手掌上 羞涩 愤怒 绝望 更多的是坑了 邪无公鸡 大脑一片混乱 她至今不明白 发生了什么 感受着那令她惶恐的气息 只想对方早点离开 只是现在 愚蠢的人类 竟然送对方去医院 这种亲密接触 很可怕的 邪无公鸡 就感觉呼吸很困难 有一座大山压在心头上 花田医院 两位精神病患者的到来 只有李来福院长 亲自出面才能解决 李来福身为院长 有着精湛的技术 跟绝对的耐力 他可以跟患者 胡吹半天牛逼 还不显得劳累 此时 他听着两位精神病患者的解释 终于明白是什么情况了 原来是真的做好人好事 救助被蛇咬的少女 将对方送到医院了 精神值得学习啊 我们先走了 林凡朝着院长摆摆手 就带着老张离开了 李来福微笑着 目送他们离开 他跟两位精神病患者 接触很多年 别看他们是精神病患者 可他们是很有爱心的 这是现在很多人 都不曾拥有的 他没有跟林凡说 住院费用 跟精神病患者说钱 脑子有病吧 摩神妹妹躺在病床上 体态虚弱 面色依旧很白 脚腕处两个牙口不是问题 医院包扎得很好 姑娘 打个电话给你家人 让他们交一下住院费吧 李来福微笑道 要钱这活还是他来 天经地义 没有任何问题 摩神妹妹听闻这话 冷神地看着李来福 直接被气晕死过去了 夜晚 住宅区 摩神妹妹从医院回来 他是直接消失在医院 至于住院费根本就没给 人类想要摩神给钱 摩神不要面子吗 屋内的两位摩神 相互干瞪着眼 片刻后 妹妹 怎么会这样 摩神姐姐不敢置信地问道 对方吸了妹妹的血液 吸血不是什么神奇的事 最为让人神奇的就是 人类竟然吸魔神的鲜血 非但没事 还胡蹦乱跳的 看看妹妹现在的模样 她就知道 最终倒霉的还是妹妹 如果不是你 非要喊我跟那人类玩耍 怎么护出这样的事情 摩神妹妹抱怨着 都怪姐姐害她 她在玩耍的时候 明明也很开心的 就是玩出事的时候 想着抱怨了 摩神姐姐道 现在不是你抱怨 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得想办法将血吸回来 看你现在的实力 弱了八成 很弱的 我不仅丢了实力 还被她占了便宜 摩神妹妹抽着鼻子 伤心地想哭 摩神姐姐来了兴趣了 怎么站的 她摸我屁股 摸了很久 摩神妹妹很不高兴 捏起的小粉拳 都想将林凡给锤死了 对于妹妹的遭遇 摩神姐姐很同情 甚至还很想笑 真是该死的人类 只是现在你需要将你的血液 重新吸回来 不然会很麻烦 摩神姐姐说的 摩神妹妹肯定知道这种情况 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要怎么才能弄回来 姐姐 你要帮我 摩神姐姐对于这种情况 自然是义不容辞 但关键一点就是 她不想跟那人类 有任何过多的接触 冥冥之中 有一道声音一直告诫着她 危险 真的很危险 这种危机告知 她放在心上 能够让一位摩神 有这样的感觉的预警 必须放在心上 你是我的妹妹 我肯定会帮你 但你要记住 这件事情必须是 你亲自出马才行 姐姐给你一个忠告 你可以跟那位 人类假装搞好关系 成为朋友 然后找到机会 就将你的鲜血吸回来 摩神姐姐说道 这真是一种好办法 一切都需要 摩神妹妹亲自出马 至于她这位姐姐 就是稳坐钓鱼台 不参与到里面 四月二十三号 天气很好 又是美好的一天 林凡跟老张的日常生活 看似枯燥无味 可对他们来说 却是乐在其中 别人怎么可能 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呢 每天醒来的时候 他们喝着可乐跟雪碧 享受着味蕾带来的刺激 还有母鸡的鸡蛋 在部门里随便走走 就能遇到好多人 对他们挥动着手 有的拿出手机拍摄着 偶像嘛 受欢迎程度自然很高了 部门外 孙小静悄悄地等待着 经过这段时日的反省啊 他逐渐发现自身的问题 就是太过于直白 引起别人的不待见 不是他对孩子的魅力减少 而是做得太直接 引起不好的影响 他现在就是蹲守在外面 就连直播都没有直播 就是希望能够真诚地 跟大佬成为朋友 虽然成为朋友后 他还是会直播 可那时候 他们已经成为朋友 就没什么问题了 眼尖着他看到大佬出来 整理衣服 打起精神 恢复最佳精神状态 大佬 你们好 孙小来到他面前微笑着 你好 林凡跟老张对视一眼 一口通声 孙小站在大佬面前 是有压力的 好在素质过硬 能够跟大佬平和地交流着 我叫林凡 他叫老张 我们不叫大佬 好的 林凡 这次没有用大佬来称呼 坦然接受以前的失误 直呼大佬是拉进不了关系的 只有直呼七名 才能拉进关系 第三百一十四集 他跟林凡随意地聊着 故意拉进关系 就先从早餐开始 看大佬们的模样 好像是吃过点东西 但礼貌地询问 如果大佬给他这面子 那这关系就能更好地拉进了 而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 一道靓丽的身影从远方走来 孙小看着那双马尾的妹子 惊得都快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了 好可爱 好漂亮的妹子 就像是从二次园里走出来似的 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妹子 如果现在开启直播的话 他敢保证 观看直播的人绝对会哀嚎着 直呼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妹子呀 又会是什么样的神仙男人 才能得到啊 而他们这种存在 只能干瞪着眼观望着 最多稍微幻想 孙小发现 妹子是朝着这边走来的 莫非 你好 记得我吗 魔神妹妹露出青春洋溢的笑容 林凡微笑的 记得 你伤势好了吗 好了 谢谢你救了我 魔神妹妹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尽快将对方体内属于她的鲜血弄出来 别的都不重要 我们喜欢帮助别人 不用感谢我们的 她跟老张乐于助人 不奢求别人的回报 这就是最佳的品质 孙小感叹 漂亮妹子永远都是大佬的呀 而她这种小老弟 只有在大佬身边疯狂打勾 或者提醒大佬 麻烦轻点 妹子会疼的 不过看看也是不错的 邪恶攻击心里骂娘 我的天 怎么又来了 她最害怕的就是这位姑娘 就跟前段时间遇到的那位老奶奶一样 散发着邪恶畏惧的气息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的帮助 我请你们吃饭 魔神妹妹微笑着 散发着青春活力 这样的气质 是无数宅男心目中的女神 就连孙小都难以避免 被这种气质给降服了 不用这么客气的 林凡发现 好人都喜欢请别人吃饭 想起曾经那一位好人姐姐 也是喜欢请他们吃饭 魔神妹妹拉着林凡的手腕 撒娇的 救命之人怎么能这样 就答应我的要求吧 撒娇的模样 让孙小吞着口水 好强大的撒娇气场了 如果是他 肯定抵挡不了 老张 你饿吗 还行 林凡看着对方 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问题 那好吧 简单点就行了 我们吃不了那么多的 听到对方同意 魔神妹妹眼里露出狡诈的光彩来 她先前就想让姐姐帮她 直接降服对方 让她慢慢地将对方体内的鲜血吸出来 可是姐姐却跟她说 这样不好 会有一定几率出问题的 比如 你的血液发生暴动 跟对方的血液融合在一起 那以后就别想吸回来了 她想想啊 姐姐说的有道理 他们走在路上 很多路人频频侧目 都是为魔神妹妹的颜值给吸引的 不该存在三次元里的二次元人物啊 清纯可爱 活泼的妹子 没过多久 孙小抬头看着 满脑子疑惑 云轩阁 搞屁呢 大早上的来饭店是想干什么呀 现在请吃饭肯定是吃早餐 别说是来这里吃炒菜的 魔神妹妹来到吧台 开包间 正在吧台算账的老板 头也没抬到 现在是早上 吃什么饭 中午再来吧 随后 老板抬头 看到第一眼就移不开目光了 好漂亮的妹子 魔神妹子 有着不一样的吸引力 任何人都难淘汰的魅力 也就是 精神病患者能够抵挡他的魅力 而他的魅力呢 就是让人有种保护欲 开吗 老板已经四十多岁 但身为二次元忠实粉丝的老板 早就已经忘记现在是大早上了 开 肯定开 我现在就喊厨师上班 包厢里 孙小坐在那儿有些不安 现在是什么情况 看不懂啊 但他也不敢多问 就老老实实坐在那儿 静等事态的发展 当然 他也有悄悄地偷看魔神妹妹 百看不厌 服务员拿着菜单进来 感觉这些人好奇怪 从未有过早上来吃饭的人 魔神妹妹看着菜单 在菜单上勾勾画画 菜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还是在酒水那一栏 直接勾选52度白酒食品 点完菜单交给服务员 女服务员大致看一眼 当看到酒水那一栏的时候 直接目瞪口呆地看着陌生妹妹 仿佛见鬼似的 这确定 女服务员问他 她感觉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哪里见过有人点十瓶白酒的 魔神妹妹挥挥手 确定啊 快点上菜 服务员拿着菜单 急忙去找老板 太可怕 简直太吓人了 如果真这样 她感觉这些人会喝死的 酒楼老板看到菜单时 含在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出来 太霸道了 虽然满脑子问好 但这些都是客人点的 她只需要照办就行 别的哪里需要管那么多呀 包厢里 魔神妹妹一直观察着林凡的情况 她的眼睛能够看穿人的身体 能够看到自己的鲜血 积累在对方体内 形成一个整体 没有被消化 这是魔神的血液 人泪是很难消化的 她想的办法呀 就是将人类灌醉 烂醉如泥 到时候 还不是她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了吗 想到这些的时候 魔神妹妹嘴角露出微笑来 这样的微笑 灿烂得如同盛开的花朵 孙小看得痴迷 第三百一十五集 人美 什么都美 就连心都是美的 而这样的笑容 让她回想起曾经那熟悉的店面 那熟悉的价钱 那熟悉的小姐姐 就跟那位小姐姐的笑容一样 让她扑通跳动的内心 逐渐平静下来 很快 服务员端着菜跟酒上来 孙小小心翼翼 含羞欣赏着小姐姐的美 直到看到摆放在桌面上的白酒时 下巴都快掉地上 眼珠瞪得滚圆 就跟见鬼似的 卧槽 搞什么呀 她低着头 一句话不敢说 一句话不敢问 额头痘大的汗水 哗啦啦的低落 她有些害怕 有些紧张 总感觉有不妙的事情要发生 甚至她都不想往前冲 想法很简单 当我不存在不存在 我是不会喝的 那 先日一瓶 很好喝的 陌生妹妹说的 孙小微笑地接过白酒 好的 嗯 跟她先前信誓旦旦保证的 好像有些不一样 先前还说绝对不会喝 但是看现在的情况 陌生妹妹送过来 就立马马溜地接过来 在美女面前 任何坚定的意志都会松动 林凡坐在那儿 看着面前的白酒 不知道是什么 以前没喝过 倒是老张拧开酒瓶 咕噜噜喝了一口 随后直接喷住了 吐着舌头 满脸通红 好辣 好辣呀 本来老张还以为 这很好喝呢 直到她喝了第一口后 才发现 真的好难喝 都喝不下去 立马 很难喝的 陌生妹妹感觉 这样下去可不行 直接打开瓶盖 起身道 多谢你们救我性命 先干为敬 双手捧着酒瓶塞到嘴里 咕噜噜 一旁的孙小 看得是目瞪口呆 只能竖起大拇指 真牛逼啊 她已经被吓傻了 清纯活泼的二次元妹子 喝酒的模样 却是如此霸道 真是超乎她想象 啪 魔神妹妹 干完一瓶白酒 将酒瓶放在桌上 面不改色 喝完了 随后就见魔神妹妹 又开一瓶白酒 对着林凡道 多谢你救我 敬你一杯 你是要跟我喝吗 林凡问道 虽然不是很懂 但好像理解对方的意思 是的 就是我给你喝 魔神妹妹的战略很简单 就是干杯 能怎么喝就怎么喝 最好就是将你们全部干嘛 然后她好从林凡身上 吸回自己的鲜血来 老张小声道 林凡 这东西很难喝的 林凡微笑着 拧开酒瓶 然后咕噜噜地喝一口 眼前一亮 蛮好喝的呀 有点辣 有点甜 还有米香味 味道还可以 魔神妹妹笑了 她就喜欢这样的人类 以她对人类的了解 最能喝的也就三瓶而已 而对魔神来说 这些如同自来水一般的玩意儿 除了胀肚子外 别无效果 举着瓶子 咕噜噜全部喝完 倒是孙小看着面前的白酒瓶 脑海里浮现出逃跑的想法 她感觉自己不是很适合这儿啊 至少现在不是很适合 好厉害 魔神妹妹拍着手 人类喜欢别人夸赞 她就慢慢地夸赞着 直到等你们全部晕过去 那她的机会就来了 随后 魔神妹妹又开一瓶 对着孙小道 敬你一杯 孙小急忙起身 客气 太客气了 女神敬她酒 这让她很为难啊 这能是一杯吗 按瓶喝 真的能喝死人呢 她真的很害怕 可是为了不在女神面前丢脸 没办法 硬着头皮咕噜噜喝着 呛人的白酒入喉 喇的喉咙活啦喇的 喝着喝着 孙小感觉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是自己的身体了 天翻地覆 脑袋有些懵懵的 喝完了 她放下酒瓶 低着头扭动着脖子 不是她想耍帅啊 而是在这种时刻 不自觉地就想扭动着 这种感觉很奇妙 很难说得清楚 可惜 魔神妹妹的目标不是她 她只是顺带的而已 见孙小一瓶就快倒 也没放在心上 不想理睬 让她倒下去吧 中途呢 服务员送菜进来 看了一眼空酒瓶 看似面无表情 但内心波动极大 已经彻底被震撼住了 反正从来就没有见过 这样的情景 太霸道 太威武 这到底是怎么喝的呀 服务员 搬两箱 魔神妹妹发现 林凡的情况很好 没有她想的那样 真的很奇怪 人类怎么会这么能喝 这是不可能的事啊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呢 比如是她想错了 服务员离开包厢 立马就去告诉老板 里面的人真是疯了 喝了食品还搬两箱 老板愣神在原地很久 久久没有回事 她就想着要不要报警 或者给她们喊来救护车 毕竟要是在这里喝出人命来 多少是有影响的 直到魔神妹妹亲自出来催促 老板见人一点事都没有 连面色都没有一点变化 才放心将酒让人搬进去了 这顿饭吃的时间有点久 从早上吃到中午 又从中午吃到下午 包厢里 干 魔神妹妹拍着桌子 桌面上的酒瓶用轰隆隆作响 已经彻底堆满了 可是她面前的人类啊 依旧面不改色 还越喝越上头 这比可乐好喝多了 林凡没想到 还会有比可乐还要好喝的东西 眼前这位女孩真是好人 本集 第三百一十六集 夜晚 这好饱啊 林凡摸着肚子 吃得很饱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吃得那么饱了 谢谢你的款待 她感谢对方 真是一位好人呐 她跟老张待在一起的时候 很少遇到愿意这样对他们这么好的人 除了小宝外 就真的没有了 大量的食物吃到肚子里 就被她给消化了 七宫修行法最简单的修炼方式呢 就是吃东西 能够将食物转换成能量 补充到身体 最高端的就是感悟自然 没有错 就是林凡那一招拥抱自然 飘散在空中的能量粒子 涌入到她体内 老张 我们回家吧 老张没有喝酒 全程都在吃菜 吃得肚子已经变成球了 对于她来说 林凡喜欢喝的这个酒啊 她有品尝过 真的很难喝 喝一口就全部吐出来 都忍不住这味道啊 好好 老张起身 牵着母鸡跟在林凡身后 她跟林凡一样 很感谢这位请他们吃饭的人 再见 照顾好她 林凡朝着魔神妹妹挥挥手 随后指着 瘫倒在酒桌上的孙小 直接推开包厢的门离开了 门口服务员 竖着耳术听着里面的情况 老板亲自吩咐 无论如何都要注意包厢里的情况 一旦出问题 必须第一时间汇报 他们是真的害怕 拿这么多白酒进去 真的很容易喝死人的 老板手里的手机就没放下来过 一直紧握在手里 只要情况不对 救护车马上就来 林凡跟老张推门出来 服务员看着他们的脸色 很淡然 没有看出一丝醉意 倒是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趁着包厢门即将关闭的时候 她透过缝隙朝着里面看去 那位拿酒的小姑娘还在里面 好像也没什么事 服务员很疑惑 他们都没什么事 那这酒到底是谁喝的呢 包厢里 魔神妹妹粉泉紧握 她现在很生气 很愤怒 也很 怎么会这样 人类都这么能喝酒的吗 她将人类调查得很清楚 就算再能喝 最多喝三瓶而已 可是这人类喝得比她还要多呀 而且一点事都没有 就跟喝水似的 最可怕的就是连厕所都没去 第一计划失败了 需要第二计划才行 不行 我得回去跟姐姐好好商量一下 绝对不能让鲜血存在 对方体内太久 以防出问题 身为魔神的她 从来没有在人类手里 吃过那么大的亏 而且她感觉自己好笨呢 为什么会想起被蛇咬的方法 完全是将自己给长进去了呀 来 我 我还能继续喝 烂醉如泥的孙小嚷嚷着 随后趴在桌上继续睡觉 魔神妹妹看了她一眼 直接消失在包厢里 整个包厢里 只有那些空酒瓶 陪伴着孙小 过了许久 夜已经深了 酒楼送走最后一桌客人 老板想到那包厢里的客人 带着服务员打开包厢的门 里面只有一个人躺在那儿 别的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女服务员嘀咕着 好像没有看到那漂亮的 不像画的小姑娘离开呀 老板是一位中年男子 能够创立这么大的酒楼 一切归功于她的努力 在那天女朋友六十大寿上 哄得女朋友心花怒放 得到了这座酒楼的经营权 所以她很努力 就是希望能够将酒楼越做越大 帅哥 你醒醒 老板推着孙小的胳膊 屋内的酒味有些呛鼻 就算一口酒都没喝 都能被这酒味给呛晕了 她最害怕的就是被人吃霸王餐 但想想也不可能 她仔细观察过几位用餐人的穿着 都还不错 怎么可能吃霸王餐呢 我 继续喝 我 我还能喝 孙小嘀咕着 老板无奈得很呀 这位小伙到底喝了多少 竟然都迷糊了 没办法 帅哥 已经夜里十二点了 我们要关门了 醒醒 别喝了 老板继续推着孙小肩膀 孙小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都这么晚了 那回家睡觉 回家睡觉 她现在脑袋晕得疼 就跟被人打过似的 等等 帅哥 你们这账单还没有结呢 刚刚给你算过了 一共消费了八万八千六百元 给你打过折 抹掉零头 只需要八万四千元就行 老板拿着账单倒 说到钱的时候 孙小大脑瞬间清醒过来 整个人都仿佛懵逼似的 看着包厢 寻找着熟悉的身影 大脑不见了 那位喊他们来吃饭的妹子 也消失不见了 陡然间 一种不妙的预感涌上心头 不会吧 她想到的就是 大脑跟妹子都跑了 就将她留在这 最终买单的事 肯定就塌了呀 啊 那 那个 孙小说话都开始 结结巴巴起来 啊 那位小姐姐离开的时候 她没有买单吗 没有 人什么时候走的 我们都不知道 紧接着 老板慢慢移动着脚步 将包厢大门挡着 就怕对方强行逃离 那今天的生意 就真的白做了 孙小听到老板的话 脸色白了一分 卧槽 真的假的呀 哎呀 我就是一个混饭的 要这样玩我吗 到现在为止 孙小都快后悔死了 早知道会这样 他根本就不会喝那一瓶白酒 喝完就不省人事 醒来的片刻间 就发现整个包厢 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老板眼神怪异地看着他 哎 你不会是想吃霸王餐吧 听到老板说的这番话 孙小吉的直闹头 很快 餐厅的厨师服务员 都围惧过来 有的脾气暴躁点的 手里都拎着锅铲 仿佛一旦他有怪异的行为 就会被狠狠地招呼一顿 怎么可能 我就是喝得有点懵而已 八万不多 给的钱 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啊 来 下去结账吧 刷卡 不过 账单先给我看看 孙小接过账单 饭菜也才几百块 就是这酒水 好家伙呀 撤他们喝了多少 结账的时候 孙小内心在滴血 那都是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就相当于 他冒死直播 林凡克邪务大战时 收到的打赏 现在全还回去了 第317集 4月27号 美好的一天 对任何人来说 心情都会变得很愉悦 特殊部门迎来一位 不太受欢迎的人 至少这人是独眼男 最不想看到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要是知道对方会来 绝对第一时间避开 就算想找都找不到他 夏都总部干事 夏昆云 曾经高院的同学 在学校针锋相对 后来毕业 就有段时间没见了 要说金上武是独眼男 最讨厌的人排第二 那这夏昆云就排第一了 绿帽之痛 不共戴天呢 你来沿海市干什么呀 这地方不欢迎你 我也不欢迎你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 别在这里自讨委屈 独眼男坐在豹子椅上 抽着烟 看向对方的目光 都是斜着的 意思很明确 别说是这里不欢迎你 就连整个沿海市 都是如此 夏昆云长得很帅 就算已经中年 对女性的杀伤力依旧很大 有种特殊的气质 都这么多年了 还记得以前的事啊 当初阿图选择我 不是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比你有钱 比你更上进 而是我比你更懂他的心 他需要一位懂他的人 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直男 他来越是 你只会让他喝白开水 而我会给他送去红汤 他说冷的时候 你却说冷吗 我感觉天气还好 而我会脱下自己的衣服 给他披上 他的选择是他的自由 别人是强加不上去的 夏昆云不请自作 滔滔不绝地说着 曾经的事情 杜燕男已经躲他几十年 不是害怕他 而是身为男人 遇到这种事 简直就是七尺大辱 从那以后 杜燕男单身到现在 心里有阴影啊 多女朋友之恨 不共戴天 杜燕男怒声道 你能不能别老是 将这件事情放在嘴上 你再说 我就真的跟你翻脸了 真过分 过分地一塌糊涂 从来不会被愤怒 冲昏头脑的杜燕男 直接被夏昆云几句话 气得脑袋都快炸裂 面对如此愤怒的杜燕男 夏昆云丝毫不慌 脸上带着微笑 好 不说就不说 这些年 你也许也有关注我们 现在我们过得很幸福 育有一儿一女 大儿子已经成为 佛家高院学员 说要重走 我这老父亲的路 我想想也不错 我跟他妈 都是佛家高院的学员 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小女儿也是不错 经过我这几年的锻炼 以后成为一家高院学员 也不是什么难事 杜燕男塞帮子在站立着 手里持着笔 因为太用力 笔直接断领 单定 一定要单定 对方就是在他面前显摆 我杜燕男身为 严海市特殊部门首领 位高权重 掌控一成的权力 但他的脑海里 浮现一场画面 赢了天下却又如何 最终还是输了你啊 我不懂女人吗 屁 肚子痛 喝热水本来就有用 有点冷 这气候本来就很好 哪里冷了 身为佛家高院强者 咋这么矫情呢 杜燕男深吸一口气 稳住心态 唉 你别跟我说这些废话 你来沿海市下干什么 赌驾的话 这里不欢迎你 如果不是来赌驾 而是工作方面的事情 很抱歉 我帮不了你 说着最绝情的话 回忆着曾经最痛的事情 稍微幻想一下 如果当年没有发生这些事 他说不准也有儿有女了 都怪夏昆云这王八蛋 翘我强脚 让我曾经的初恋 给你生儿育女 没有给你拼命 已经是足够的仁慈了 夏昆云无奈道 没必要对我有 这么大的怨念吧 杜燕男没说话 眼神很明确 你说呢 开门见山吧 此次过来 是总部派遣我过来 希望沿海市部门 能将林凡借给我们总部一段时间 这关系到人类的生存环境 这件事情很严肃 不是跟你开玩笑 夏昆云严肃道 杜燕男刚想说几句 你这是在做梦 可是看到他的神情时 他知道事情应该很严重 否则不会是这样 有意思 能有什么事情 竟然让总部都需要找帮手 以总部的情况 恐怕不需要吧 对于杜燕男来说 总部那边高手如云 以他的实力 在总部那里 的确能排得上号 但要说天下第一 那就真是吹牛了 在总部那里 初步估摸着 排个前二十 应该不过分吧 夏昆云沉声道 剑斗通神者 白云剑神你知道吧 白云老前辈 杜燕男面露诧异的神色 他自然知道 见到通神者 白云剑神 论年龄 要比他们大三四十岁 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白云老前辈 就已经威名和和 加入佛家高院后 更是知道 白云老前辈 有多么的厉害 战绩斐然 堪称无敌 老前辈怎么了 杜燕男跟白云老前辈 见过几次面 也有过深的交流 在他修行的道路上 给他很大的帮助 夏昆云神情凝重道 前段时间 一位神秘邪物潜入下都 引起白云老前辈的注意 直接追杀而去 离开下都范围 而后来白云老前辈 传音回来 此地有危险 让我们别过去 就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总部已经 集合了数位 镇城级强者 但你也知道 镇城级强者 在任何城市 都是一方巨拨 坐镇重要职位 如果一下子消失太多 那对夏都来说 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因此想邀请那位林凡 跟随镇城级强者 去白云老前辈 消失的地方一探究竟 最好就是找到 白云老前辈 这件事 也是夏都特别调查过的 虽说这位强者的脑子 好像有点不太正常 但根据几件事情的情况 夏都那边已经确定 林凡的实力 真的有天王级 现如今 能够随意调动 一位天王级 是很难的事 都有着各自的事情 也需要镇守很多地方 哪里能随随便便地离开 只能想办法抽掉人手 独眼男沉思的 第三百一十八集 男狗呀 他感觉事情有点复杂 最关键的就是 林凡的情况不稳定 毕竟是青山精神病院出来的 待在沿海市 都未必能看得住 一旦去了夏都 情况更复杂 头疼 怎么搞啊 醒来的每一天 都是林凡跟老张 最快乐的时候 而现在 就在他们准备 离开部门 去外面逛街的时候 就被独眼男 拉到了办公室 夏昆云围绕在林凡身边 就跟围观国宝似的 看得很仔细 嘴里发出称奇的声音 年纪轻轻就这么厉害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他很好奇 对方跟他儿子差不多大 但两者的差距 好像有点大 林凡很疑惑地 看着这位围绕在他身边的人 他想干什么 真的好奇怪 老张都被对方的行为给吓到了 因为又遇到一位脑子不好的人 他们最害怕的 就是这样的人了 坐 坐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独眼男微笑着 好人跟他说过 你想跟精神病患者交流 就要将自己的思想放开 只有放开思想 你才能融入到他们的世界里 当然 聊天方式也比较奇特 只要善于动脑筋 就能带入其中 夏昆云刚准备说话 就被独眼男一眼 瞪得闭口无言了 用独眼男的意思来说 你他们的说什么说 你懂人家患者的想法吗 你知道 怎么跟精神病患者交流吗 不懂就别废话 老老实实待着 最近在这里待得还好吗 独眼男微笑着问道 他的笑容只有阴沉的笑容 还有那种敷衍性 尴尬温馨笑容 前者永远都是留给成员的 后者就是留给 这两位精神病患者的 让他对两位精神病患者 露出真挚的笑容 说实话 他做不到这一点 曾经的痛还没忘记呢 啊 很好 遇到的人都特别好 林凡说的 说的都是实话 遇到的人都很好 夏昆云很难理解独眼男的说法 有事说事 现在这说的好像都不重要 直白点说 就是题外话 没有说到重点 林凡 现在遇到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再说事情前 你们就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喜欢乐于助人啊 独眼男问道 他认为精神病患者 就是喜欢乐于助人 否则他也不会连续几次 被对方给坑死 用他们的话来说呢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你 将眼睛长出来 虽说结果有点悲惨 但这乐于助人的精神 让人感动啊 林凡跟老张相互对视一眼 随后 两人相互搭着肩膀 那当然 我们都是非常喜欢乐于助人的 夏昆云知道 眼前这两位是精神病患者 他来阎海市的时候 徐首领就已经跟他说过 你去阎海市邀请那位出自青山 当时他还很疑惑 青山是啥呀 徐首领没好气的 青山 除了好人的青山精神病院 你说还能是哪儿 独眼男道 现在有一位老爷爷被坏人抓去 别的人都救不了 但只有你们能救 你们看能不能牺牲点宝贵时间 去将人救出来 林凡坚定道 一不容辞 老张道 则无旁贷 夏昆云微笑道 这则无旁贷用错词了 用在这里是很有 独眼男直接捂着夏昆云的嘴 怒瞪着 你他娘的不说话能死啊 你非要跟精神病患者交劲干什么呀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算是错的 你也得给我说是对的 如果好人在这里 绝对会怒喷的 就你的心态 还想跟精神病患者交流 回家多看几本书吧 给你推荐几本 如何跟精神病患者交流 入门集 林凡 我有用错吗 老张疑惑道 没有 你是对的 独眼男接着道 没错 一点都没错 很快 独眼男就让林凡跟老张先离开 明天早上出发 好好安抚这两位精神病患者 至少在交流方面 如果你愿意主动放开思维 那跟精神病患者间的交流是很成功的 他们有着相对稳定的交流模式 只要你能融入到这交流模式里 那么你将彻底打开跟精神病患者交流的频道 夏坤云 如果不是白云老前辈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带他们去的 独眼男深情凝重道 你要知道他是好人的心头肉 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没法交代 你放心 不会有事 夏坤云信誓旦旦保证道 独眼男道 你确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内幕啊 没有 就是我先前说的那样 夏坤云道 随后他想到一件事 沉声道 我知道你在怀疑总部那边有问题 实话告诉你吧 不仅仅你在怀疑 就连总部那边也有人在怀疑 只是一直没有证据而已 前段时间 你们抓到的暗影会成员 审问出什么没有 独眼男猛得一惊 一脸诧异 你怎么知道我们抓到暗影会成员呢 夏坤云短暂的愣神 随后尴尬道 是吗 我瞎猜的 真抓到了呀 独眼男看向他的眼神变得很怪异 仿佛是在说 厉害啊 眼线都已经安插到我身边了 够牛逼的 部门外 孙小一直在蹲守灵犯 他现在很难了 就是想看到那位女神 然后好心提醒一下 哪天饭钱还是我给的 如果女神方便的话 能不能将饭钱结一下呀 只是很可惜 连续好几天 他都没遇到灵犯 更不用说那位女神了 第三百一十九集 此时 林凡跟老张结伴而行 母鸡的状态并不好 就在刚刚呀 他被那人盯得浑身难受 有种现场就被人类斩杀的感觉 他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但谁让他是一位 非常有职业道德的卧底呢 就算面临再多的凶险 他也毫不畏惧 在一处高楼上 两位魔神出现在那里 姐姐 你有什么办法吗 魔神妹妹问道 魔神姐姐沉思片刻 最终沉声道 有啊 最后的一个办法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什么办法 这也是我从电视上看到的 就是双方成为情侣 然后亲亲的时候 就能将对方体内的鲜血吸出来 不过 这是很害羞的事情 我怕你做不到 果然 在人类的世界待太久 思想都会变坏的 什么电影叫他的呢 倩女幽魂 站在高楼上的魔神妹妹 听着姐姐提出的办法 脸蛋微红 有些愈怒 真是讨厌的人类 如果不是你吸了我的血 也不会这样麻烦 亲亲 我才不要跟人类亲亲 身为魔神的我 才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魔神姐姐轻声道 我就知道你做不到 慢慢来不用着急 总会想到办法的 以人类的情况 他暂时是没有办法 消化你的血液 在他们拥有灵智时 就不知道要干什么 整日生活在迷迷糊糊的 混沌空间里 除了沉睡就是沉睡 偶尔出现在城市里 以游戏的方式 决定一座城市的生与灭 他们不喜欢毁灭 只是脑海里 一直有声音告诉他们 这是你们的职责 你们便是为此而降临 姐姐 我会想到更好的办法 魔神妹妹 美丽的眼睛 注视着出现在 闹市区的林凡 随后 身体渐渐消散 直到消失的无影无踪 魔神姐姐沉默许景 怜悯道 唉 我可怜的妹妹啊 街道上 林凡抬头看向高楼 好像有人看着他们 只是没有看到身影而已 但是明明有这样的感觉 看什么呢 老张问道 林凡摇头 没有 邪悟攻击瑟瑟发抖 他刚刚感受到 两股很恐怖的气息 整日被恐怖气息笼罩的 邪悟卧底 已经彻底慌神了 又有谁能够理解 他的痛苦与剑脑呢 4月28号 一架直升飞机 停在特殊部门楼顶 金合力已经知道具体情况 总部邀请两位精神病患者前去 在他看来 总部也许真是无人可用 但根据他的调查 总部的确很明智 这两位精神病患者中 林凡的实力真的很强 他整理过一些具体资料 比如虚拟设备那次情况 引起超负荷运转的根本原因 就是虚拟空间根据个人情况 凝成相对应的邪恶 却因为层次太高 导致设备运转跟不上 直接爆表 这种情况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刚研发出这种设备的时候 有一位震常级强者实验 当初设备不完善 导致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经过改良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了 所以 他知道林凡的实力已经爆表 就算是改良后的虚拟设备都无法支撑 独眼男站在夏昆云面前 沉声道 无论如何 他们的安全最重要 明白 夏昆云应声 不知为何 独眼男总有种荒荒的感觉 仿佛是他们在沿海市 自己还能照顾 离开这里就关照不到 就怕出事 如果他们有事 不仅我不饶你 就连好人都不会放过你 你无论如何都给我看好了 独眼男凝重地说了好几次 只有这样才能显得正中 他是真的有点怕 毕竟这两位是精神病患者 鬼知道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身为沿海市第二高手 承认眼前这位是沿海市第一高手 但关键脑子不好使 一旦不好使容易出问题呀 他都想代替林凡去下都了 可他们脑子真不好使 万一邪悟趁着这机会来袭击 怎么搞呀 总不能期待他们脑子 突然好使的时候 将邪悟给赶走吧 夏昆云道 你还不相信我吗 说到这句话的时候 独眼男愣神 夏昆云也是愣神 总感觉这句话有些似曾相识啊 好像某位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似的 哦对了 好像是有这么一出 独眼男当初跟初恋 在学校里闲逛的时候 听到有人要挑战他 独眼男立马就要去应战 唯一麻烦的就是女朋友在身边 这时的夏昆云拍的胸铺保证道 我送他回去 你还不相信我吗 也许是回忆起这番话 夏昆云急忙道 你放心 我不是那种人 独眼男怪异地看着他 总感觉他是故意的 虽说过去这么多年 我早已经忘记 但你这样就真的过分了啊 也许是感觉越说越错 夏昆云直接闭嘴 啥也不说 啥也不问 你自行领悟吧 林凡跟老张对着直升飞机 指指点点 林凡啊 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直升飞机 我在新闻里看过 我也看过 新闻里播放的吗 对 没错 他们就跟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似的 对心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心 独眼男来到林凡面前 拍着他肩膀 注意安全 情况不对就跑 安全第一 我跟老张很安全啊 独眼男想说些什么 一时间沉默不语 跟精神病患者交流 是一件很累的事 能先不了就先不说 一路顺风吧 第三百二十集 很快 螺旋桨旋转着 直升飞机起飞 随后朝着远方飞去 独眼男顶着风浪 看着远去的黑影 眉头紧皱 陷入沉思 他不知道 接下来的情况会如何 但只希望一切顺风了 拿出手机 给好人打了电话过去 他终究还是害怕承担责任 就说林凡被夏都总部夏坤云 给忽悠到总部去 要参加一起活动 就是寻找白云老前辈 电话里的好人 很平静 但最多也就是平静几秒钟 暴躁的怒吼声震耳欲聋 开喷没有理由 对着独眼男 就是一顿怒喷呐 扬言要是出事 我拿把刀 把你砍死在部门办公室里 独眼男将手机放在身后 任由好人怒喷 他则是副手回办公室 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忙碌呢 就这段时间 沿海市来了许多人 暂时查询起来 感觉都很正常 但是越正常的事情 往往就是越有问题的 比如 是不是暗影会成员 就有些说不准 直升飞机上 夏昆云好奇地看着林凡 目光同时看向 被他抱在怀里的邪物攻击 很好奇 但独眼能跟他说过 那邪物是他的宠物 别乱惹 你的宠物很可爱 夏昆云摸着邪物攻击脑袋 微笑的 希希夸在 邪物攻击缩着脑袋 动都不敢动 抚摸他的大手很危险 也许稍微动一下 就能要他的命了 他只能尽力保持淡定 千万不要慌神 夏都 这是国之首都 最为重要的地方 也是强者最多的地方 邪物最想攻破这里 只是一直没有做到而已 总部楼顶 不少人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着 徐子浩的父亲徐首领 闻思不动地等待林凡到来 跟他身后的几位 都是夏都强者 他们小声交流着 对从沿海市邀请过来的强者 有些怀疑 直播视频看了 但那是远距离拍摄 最后是近距离采访 车里包含的弯弯绕绕 就很复杂了 也许是对小子的师父 喜好低调 将邪务击退 将功劳交给徒弟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事 别的不多说 反正就是不信 不信就是不信 你能打死我 驰声飞机螺旋桨 旋转的声音传来 众人抬头看着 缓缓从空中落下的飞机 人来了 那位沿海市的年轻强者 就要出现在他们面前 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我们不信 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徐首领 很期待跟林凡的见面 他了解到的资料 比别人更多 就连独眼男都已经承认 对方的实力 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如果对方没有这样的实力 以独眼男的脾行 会让对方过来吗 夏昆云带着林凡跟老张 从飞机上下来 抱在怀里的邪恶攻击 感受到现场 强者的气息 鸡毛站立 好多强者呀 这是来到人类世界 最为恐怖的地盘吗 我的卧底双牙 彻底迎来高光时刻 只是可惜呀 没有同类看到 如果他们看到 绝对会露出 敬佩的神色 英雄 永远都是默默无闻的前行 没有邪恶之道 英雄的艰辛路程 有邪恶的气息 下都强者们 感受到邪恶的气息 目光如炬 锁定着邪恶攻击 气息就是那年轻人 怀里的母鸡散发出来的 那是邪恶 竟然将邪恶带到总部 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挑衅总部 还是没有将我们放在眼里呢 这个问题很严重 欢迎沿海市年轻强者到来 我是这里的首领 可以称呼我为徐爷爷 徐老爷子满脸笑容 主动出击 先从辈分上 占据绝对的优势 想着能够击 邪恶大军的强者 喊他爷爷 他就感觉很爽 爷爷 爷爷 这感觉真棒 至于被他们抱在怀里的邪恶 稍微看一眼 没有放在心上 如此弱小的邪恶 没必要打动干戈 当做不存在就行了 现在的强者 喜欢养些奇怪的宠物 那是很正常的事 他调查得很清楚 这邪恶宠物 在他们的生活中 担任着很重要的职位 每天都要下蛋 也算是有点作用吧 你好 林凡跟老张 面带微笑地伸出手 友好的交流方式 往往都是从 最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 感受着手掌的余温 能将内心的火热 传递出去 可这种握手啊 只是最浅薄的 温度交流而已 只能当是新朋友 徐首领将林凡等人的习惯 调查得很清楚 在沿海市部门 安插眼线就是好啊 能知道最新的消息 就算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难逃他的眼线 双手交叉 完美契合 握手 初步达成 友情成就 伴随徐首领 迎接林凡等人的强者们 面面相觑 露出惊讶之色 首领的握手方式 有点新奇 这最近流行 这种握手方式吗 看不懂 很奇怪 有种怪怪的感觉 只是到底哪里怪 又说不上来 大伙都是人精 心里怀疑是正常的情况 初次见面 都刻刻切切地打着招呼 握手的方式很奇特 他们学习徐首领的方式 一切顺利 对邪恶公鸡来说 他就很痛苦了 每一位握手的人 都会凝重地看他一眼 眼神很怪异 压力很大 直到最后一位 人类强者握手结束后 邪恶公鸡隐藏在 鸡毛下的疙瘩皮肤 布满汗水 太痛苦了 这样的感受 就跟被人摁在墙角 噼里啪啦一顿操作似的 静疲力尽 大喊淋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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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